字幕提供 如果社會人士、年輕人 有這樣的目光 目光是來自什麼呢? 首先,你有這樣的期待 或者想看到什麼才看到的東西 你走過也看不到 我們準備了新一代的年輕人 有這樣的對身邊事物的感覺 或者觸覺 才去找那些東西 才去感受那些東西 如果我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開始 爸爸媽媽叫我做一本書 沒有了社會的感覺 沒有了生命的感覺 沒有了書本意外 或者知識意外的東西 這樣的人就很兇犯 兇犯的話,就沒有了感受 沒有了感受 你搜尋不到眼睛 看到一些很理性的東西 看不到感性的東西 所謂萬無目的地生活 其實不是那麼萬無目的 有些人說 我要去歐洲遊歷 遊歷也要有計劃 你也想去佛羅倫斯想看什麼 去巴黎想看什麼 去倫敦也想看什麼 你不去大城市 你說去外爾蘭看什麼 去一下而已 沒有想看什麼 巴黎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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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有七成的公園 有很多所謂的昆蟲 原來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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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紀念 好可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